歡迎再度回到正傳媒的理工男的意想世界 今天我精神有點不好 為什麼呢 我這個花甲老翁 今天早上起來吃完早飯之後 假霸隱隱 看到外面清風許許 想到家裡已經就和我太太兩個人了 有空潮期的憂鬱症 所以我想說出去逛一逛 有沒有1.2億的豪宅 能不能舒緩一下我的憂鬱 但是我更憂鬱了 因為我去想要看豪宅 光看那個價位 心裡就憂鬱了 想到人生怎麼可能還付得出來呢 更憂鬱了 想要去聯絡仲介 仲介一看我的條件 根本連甩都不想甩我 我都更憂鬱了 所以其實今天柯文哲 在最近這段時間鬧了很多事情 可是真正讓他最傷害的 就是這個1.2億的豪宅 而這1.2億的豪宅呢 陳佩琪繼續發文 這個東西柯文哲已經是萬劫不復了 柯文哲再也不可能重啟了 柯文哲結束了 如果你關切這個頻道 請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事實上呢 陳佩琪他的那個1.2億豪宅 說實話到目前為止 未必有任何可以被檢調單位 查到的任何犯罪 比起金華城 比起目前正在偵辦的政治獻金 那裡面還觸及司法 陳佩琪這個要去買房子這件事情 坦白講 除非有很明確的具體金流 說實話要錄他於罪很難 可是在政治上已經是 柯文哲政治前途的死刑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不管你是金華城 不管你是政治獻金的一個申報 或者是裡面的帳 裡面的帳裡面有兜不攏的狀況 坦白講 那一個人都還想可能 想盡辦法可以凹 可是1.2億這件事情 1.2億看豪宅這件事情 那個不但是挑戰了 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生活 曾經有過的經驗 甚至於陳佩琪那篇文章 還是嘲笑 2,350萬人的智商 所以這個事情會讓整個柯文哲 他過去整個白色力量 所標榜的 是要去對抗這個社會上的相對剝奪感 但是今天他們是那個相對剝奪感的 裡面的一環 柯文哲不管這件事情 有人會說他也沒買到房子啊 只是去看一下啊 這個事情傷害都非常大 那為什麼會非常大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很多人都買過房子 要買房子都有一些基本的經驗 第一個是你能夠貸多少錢 第二個是你的支付能力 我們都會衡量的 沒有一個人不會衡量的 不管是投期款 將來你要借貸多少錢 你要貸款多少錢 你自己生活上 你還能夠支付多少錢 這一本上都是一個基本常識 而以陳佩琪和柯文哲 從他們財產申報裡面來看 當然很快就拿出來了 去年年底的時候 存款2400多萬 退休金400多萬 就算他把他現在的其他的房地產 三筆房地產 甚至是新竹的那塊農地 賣掉都不可能付出1.2億 而這不可能付出1.2億 而且根據我們的買房這種豪宅來講 你頂多貸4成 而且你們都已經60幾歲了 60幾歲銀行也會衡量你的還款人力 而且沒有一個人 會想買個房子 把你所有的一生 累積一生的所有資產壓進去還不夠 所以整個陳佩琪看房子這件事情 雖然他講的雲淡風輕 可是馬上和很多人去質疑一件事情 你們柯文哲透過政治是門好生意之下 是不是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而這不為人知的故事裡面就是 除了你看得到的政治現金 那個小額捐款 政府的選舉補助款 你自己 你們夫妻倆一輩子工作的薪水之外 你在從政途中 是不是還有很多 因為你的權利 因此有很多不為人知的金錢 而這個金錢讓你有這個自信 還不是看一棟 是看了兩三棟 而且還是淋漪街 這些地方我們其實都知道 也許外地人不知道 那在台北市 就是精華中的精華 你會在這邊看房子 看著這麼的自在 看著這麼的自在 而且甚至連一個車位都是1600萬 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也許我們是有可能 好奇的看一看所謂豪宅是怎樣 可是從陳佩琪這裡面的動作裡面看起來 難怪很多房仲講的是購買動機非常強烈 而這購買動機非常強烈 其實每個人想要換個房子 那是他的自由 但是你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身為一個新政治的倡議者 身為很多人寄希望能夠改變台灣 這樣剝奪刀叉吃人肉的現狀的一個人物 你的錢從哪裡來 你的口袋到底有多深 你有多少暗藏的口袋 都變成疑問 那當然疑問 不見得是有實質的司法上的證據 但是在政治上 你已經完全破產了 這個完全破產之下 柯文哲其實這件事情傷害 比其他的精華算都大 因為整個狀況裡面已經不是只有小草 中產階級 台灣其實很多中產階級 是很希望有點清新的力量 能夠擺脫二鬥三十年的藍綠 而這中產階級 他們自己買房子太有經驗了 看房子太有經驗了 人生這個被壓的喘不過氣來 也是非常有經驗 你作為一個柯文哲 你怎麼可能 你們夫妻倆 你可能有這麼多錢呢 錢從哪裡來 這就變成是當一個政治人物 尤其是標榜清新的政治人物 你的錢出了大狀況 你是不是有很多不為人知的金錢 當變成是問號的時候 你已經缺少了說服力 所以柯文哲和陳佩琦 柯文哲最重要的那一根倒槽 因為錢講不清楚 柯文哲你的所有的形象 通通崩潰 那當然很多人就會去算 以前他怎麼去笑連勝文的 以前去怎麼樣 可是其實柯文哲很正碰到的問題 就是被笑 政治人物說實話 我們看了太多了 有失敗的 有犯錯的 有被辱罵的 有被討厭的 但是如果有機會 時事改變 都有重新翻起來的機會 但是被笑 就是萬劫不復 目前柯文哲和陳佩琦 已經變成笑兵了 而這個笑兵裡面 事實上是有一種憤怒的績笑 而這樣憤怒的西條 是基於相對剝奪改 認為你原來講的政治 你要投身政治 都只是想要擠身上流 進身上流的過程中 你践踏在這些小草 對你的期待之上 所以柯文哲真正的問題是 錢從哪裡來 而這錢從哪裡來 這已經不可能 小草再怎麼的一個捐書 小草再怎麼樣的出錢 都不可能出到這種 可以那麼悠然自在的去看 1.2億的豪宅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呢也認識很多醫生朋友 我有很多竹科第一代的工程師的學長 他們這輩子去看5000萬的房子 都覺得膽戰心機 以他們的這種Label和味接 5000萬都膽戰心機 都要去想 因為大家都60歲了 都是花甲之年了 還剩人生還能夠累積多少財富 都會很害怕 除了是那種創業的企業主 除了是那一種富二代 誰敢去看這麼貴的房子 還這麼的宜蘭自得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小草會離開 中產階級會離開 民眾黨不要講什麼 將來還不知道選總統了 選市議員都會有問題 那到底柯文哲的錢出了什麼問題呢 其實這裡面慢慢的 大家就會看到了 那種暴障 暴到這麼亂 監察院的故事 大概可以看出來說 這裡面有些眉目已經出來了 因為呢 根據我們的法規 是要在今年的4月17號以前 向監察院申報 也有那個系統 可以在你叫上網填報 所有你的選舉競選支出和收入 可是呢 他們現在出來是4月7號 完成了上傳 4月8號清晨 早上的時候 監察院就直接退回 提醒提示了五個字 不完整資料 這是什麼意思 事實上4月7號 是禮拜天 前面是春假 我們的公務人員 也沒有那麼勤快 禮拜六禮拜天會加班 幫你看你的資料 那個是電腦系統直接比對 就是你一報申報的帳戶 就是你一報申報的帳戶裡面 數據都不容 這數據都不容了 可是後面就看到 整個柯文 他在處理的時候 發洩 我會形容叫做 東窗事發 訴討的混亂 為什麼叫做東窗事發 訴討的混亂呢 因為4月8號 那個是電腦直接比對 你在申報上來 你自己上網填的資料裡面 你的收入 跟你在整個監察院裡面 立的富邦銀行的政治現金帳戶 數額不符 收入不符 收入不符378萬 那你要去做一個糾正或什麼 所以很自然的就是因為一個收入不符 系統直接一比對 這個東西太簡單了 就直接給你退回 但是退回之後 你才會發現 整個柯文哲 他們那個陣營對錢的荒謬性 什麼叫荒謬性呢 馬上就是拿理財務長的李文娟 拿出了六商的單據 找了端木正 然後開始去補登 然後補登的話 確確實是端木正的助理陳先生 連夜晚上補了 在那邊一直打了20萬筆資料 那裡面數據都亂的 亂到最後 可是如果不是心中有恐慌 明明監察院告訴你的 就是收入不符 那收入不符 你就檢查一下收入 調節一下 讓你申報的 或者是跟那個富邦銀行 合法合理的政治現金收入 處理一下就好了嘛 可是又創造了 離奧 食樂 這種讓人家跳出來說 我沒有拿到這筆錢的916萬 明明講你是收入 你趕快再處理支出 那支出之後 現在又被四叉貓的等人 不斷的在跟你比對 你的賬簡直太扯了 慶元春可以連吃兩次同一天 兩萬多 一個小吃店 可以連吃一天連吃三次 然後每次的金額都一樣 一萬多 然後當然還有最可笑的 就是大愛素食 960110 可以變成960110 這裡面代表什麼 慌亂 慌亂的話就是當監察院 只是一個系統 根本沒有一個官員 仔細的去核對 淋裡面的每筆帳 到底有沒有問題 你們就已經慌了 趕快要去把錢 把這個帳給湊清楚 可是越湊越亂 而且不是心裡有鬼 你怎麼會去處理支出項呢 那如果不是心裡有鬼 你怎麼會去創造 到目前為止 那個不知資金 流到哪邊去的916萬呢 然後再過來的狀況 怎麼會越湊越多 然後木可 木可的支出項到底在哪裡 木可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然後在這裡面 其實又看到那些很多很奇特的錢 所以這個時候 小草當然憤怒了 因為呢 柯文哲崛起一直想的是財政紀律 錢是要花在刀口上的 錢要花在刀口上 可是最近這段時間 柯文哲的錢會發現 刀是用在割小草 那小草之後發現 他們只是去奉養這群人 這群人呢 沒有政治理念 沒有政治理想 但是錢搞得一塌糊塗 而這種一塌糊塗裡面 也慢慢的大家爬梳出來 這其實是柯文哲對於政治的想像 一開始墮落了 2014 柯文哲不管是MG149 還是選舉經費都讓人家讚賞 真的很清新 不要多拿一毛錢 而且每一筆帳目非常清晰 2018柯文哲還是如此 甚至在投票前就說錢夠了 停止募款 但是2018之後出了什麼事呢 那就是因為人心大了 心野了 而且欠缺了反省檢討的人力 只是想說要跟魔鬼看齊 目前也是有周刊慢慢的寫好幾個 離開柯文哲的所謂的柯黑錢幕僚 不約而同的正式的一件事 柯文哲在內部裡面 開始把自己放大到 跟我講過的百年經夜的國民黨 百年淵源的民進黨一樣 然後開始抱怨了 人家是有錢的 人家是有資源的 確實沒錯 民主選舉之下 特別是資本主義下的一個民主選舉 錢當然是一個必須要的關鍵 我們也講過就算是美國金主的角色 就有一定的角色 可是你還是照規矩來 那柯文哲成立了民眾黨 這麼快的 就以為可以在短暫的時間裡面 馬上拿到執政大位 可是你真的有機會嗎 你真的有人力嗎 你真的有團隊嗎 先前媒體裡面也去爬書出來 剛成立的時候 還有一個從前台北市的主席處出來的人 梁秀菊 他非常嚴謹 在剛開始爆帳的時候 沒比帳 比照公務系統合可的方式 非常嚴格 所以不會出錯 之前還有蔡壁如 蔡壁如在台大醫院 也是公家單位 也是非常嚴謹的幫你弄 可是當你柯文哲心野了以後 你對於這個錢 因為一個政治人物有未來 很多人都想要投資一下 投機的人想要投資一下 而如果被投資的人就是一個投機政客 那就會錢滾錢越滾越亂 而這越滾越亂裡面 其實你也可以看出來 柯文哲為什麼整個帳目會出到這麼大一個問題呢 因為他去年的這場選舉 現在可以我來定論的話 就是一場投機的生意 基本上呢 柯文哲以為以他的聲勢 以他的聲量是有人力 能夠跟國民黨併在一起 然後國民黨為他所用 或者是郭台銘可以跟他合作 柯台銘為他所用 國民黨是個百年政黨 所以柯文哲只要跟國民黨合作 國民黨柯文哲柯侯佩之後 國民黨的系統會去處理這些帳戶的問題 會去處理這些競選經費和組織動員的問題 所以他沒有準備 他自己應該選總統的時候 要像他兩次選市長一樣 嚴謹 而且嚴格吹毛求辭的財政團隊 或者是他誤以為可以最後框上郭台銘 那以郭台銘掌控全世界這麼大的一個企業體系 郭台銘自然有人馬 可以去處理這些金錢的動員 金錢的支出 金錢的帳目和考核 但是最後跟國民黨破局了 跟柯台銘也破局了 臨時上陣的這個錢 沒有想辦法去處理 沒有團隊去處理 然後誤以為自己是可以撿到便宜 蒙混過關 反正小草們這麼的熱情的就是捐錢 這麼熱情的就是小額捐錢 然後很多去幫助他選舉的人 這個現象也看得出來 也誤以為自己是整個柯文哲 這個整個水庫裡面 水量多嘛 錢多嘛 花錢如流水 花錢亂花錢 完完全全的沒有人真正的還回到初心 蔡壁如講的初心 就是把原來你參政的目的想清楚 所以帳沒有好好記 才會有真的監察院退出去之後 六大箱連夜的在那邊亂key in 而且key in的過程錯誤擺出的是 看到了有那個星光小公主 發的一個報的帳 然後馬上把它報上去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錯誤 那時候他根本還不是副總統候選人的帳 訪美的帳都報進去 因為只要看到他的名字 就亂了 所以柯文哲基本上 目前出的狀況是一團亂帳 可是這一團亂帳裡面 這個錢的問題就是萬劫不付 而在這萬劫不付 還可能只是人力問題 但是當陳佩琪看1.2億房子的時候 心態問題 柯文哲的政治判了死 而未來全部都不是 三千雷通也不罷不付 這樣想要有什麼 進去 三千雷通也不避免 三千雷通也不合理